这是雍正王朝中一段被删掉的剧情 就是二月和在小说中也没敢细说 风流才子刘墨林与知名网红苏顺青到底如何共睹良效 就在白天 刘墨林的同窗好友王文昭和影迹善金榜拼命 被国子剑的轿子相继接走 留下刘墨林一人在客栈发呆 他十年寒窗 就读八家书院 抛去七情六欲 苦读五书四经 考了三番两次 本想今年一定高中 哪知道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又一次名落孙山 此刻 他脑中一片空白 解开腰间那根长长的绸带 扔过房梁 看着脸盆中的自己 吓了小编一跳 真没想到他是用裤带绑辫子的 刘墨林哭了 往后他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八十岁的龙 还有墙堡中的婴儿 阿呸 这伙还没结婚了 突然 他的身后出现 一个包裹岩石的女子 一双秀美的眼睛 穿着暗红色长袍 英姿飒爽 心疼地说 一瞧 裤成这个样 刘墨林他娘来了 阿呸 是他娘子来了 衣服穿多了 乍一看倒有了几分生疏 我都知道 却是因为我 让你失掉了前程 既然姑娘自己送上门 那就别怪刘墨我不客气了 接下来内容不精彩 小编我帮你们看了 两人浑然不觉 危险已悄悄来临 妈妈 妈妈 睡了 谁呀 这么玩的 妈妈是我呀 我是臭 出事了 怎么了 像要我伙似的 妈妈 叔叔你去哪儿跑了 这个爱情杀的 他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哎呦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抄家伙 给我抓人去呀你 不是 快快快走走 哎呀 哎呀 清晨连身客栈的院子 小伙计们正在洒水扫地 突然大门被一脚踢开 老妈子带着一群人 凶神恶煞的前来捉奸 没电呢你啊 你是转眼不见 平白无故的 又把我的苏姐 你敢拐到这儿来了你啊 梨儿 你他妈赶紧给我冲了你 那只花老板赶忙跑出来迎接客人 一面给自己教区 这苏姐是您老的摇钱树 我们家紧分上就是掌出拔掌前操 也不敢拐住他呀 你那肯定是弄错了 你放眼都够吵 昨夜里还有人听见他在楼上弹琴呢 一只花慌忙解释 哦 你说的是二楼北方 其实那不是我们连针客栈 我不给你扯造 不就是二楼吗 走 咱们都见识 走走走走走 别别别 众人急冲冲地上楼后 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哎呦 我的老天爷呀 你说这个小没良心的浪梯子你啊 这些天你闭门谢客 我就知道你有浪心了你啊 老板娘那个急的 说实话呀 小刘呢 真看不出来 我姑娘出的对象 你肯定不是最优秀的 但你妈你绝对是下手最快的赢 说完就要上去拼命 被刘墨林一巴掌 推倒在一只花身上 您老行行程吧 这破身体的事儿想完都办不住了 您倒好满天家的叫唤 还怕人家不知道呢 哎呦 我 我 我就是不说 这纸里能包住火吗 啊 现在呀 你就是让人家疏拢 让钱就赎身 也开不起价钱了你 刘墨林告诉老妈子 别叫唤了 不就是要钱吗 你开个价吧 就给你 好 老妈子就等这话了 立马爬起来开始算账 这首饰头面银子 不要你的了 本银一千 嗯 我要它几年 每年的也算一千 嗯 一万两银子 看来呀 苏姐对自己的估价 还是比较准确的 就这样 苏顺青和京城知名网红经纪人 王甘娘签了解约合同 拿到钱之后呀 老妈子立马态度大变 你真的跟他到江南去吗 孩子啊 你要是真的过不下去 就再回那儿找我妈 让妈妈我再卖你一次 苏顺青懂事地跪下 感谢甘娘九年的养育之恩 表示我既然跟定了他 就一辈子也不会回头了 刘墨林也配合表演 表示我若出头 绝不忘您的恩情 请妈妈受我一拜 嗯 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询问声 连生客栈在什么地方 哦 连生客栈 从这儿摆弯 自远就到了 请刘老爷下楼升教 这不可能 请刘老爷不要再犹豫了 是皇上将您的考卷 从墨卷中提了上来 您是皇上恩典的炭花 苏顺青脸刷就白了 妈的 老娘的银子打水漂了 她确实是怕 别说一般炭花 都是给公主准备的 就拿当时的礼法来说呀 当官的是不能娶 苏姐这一行的女儿嫁的 大概率上讲 她是赔得相公又赦钱了 刘墨林告诉她 什么狗屁炭花我都不要 我今生只要和你在一起 从此我们隐居山林 我来耕地你制补 但董事的苏姐还是告诉她 你十年寒得不容忍 何况这是皇上的恩典 你去吧 刘墨林嘴上说不去 身体却很诚实 老板 随即啊喊来一只花 老板 来了来了 小人在 老板 我的夫人就暂时记住在你这儿 你给我好好伺候 这个自然 这个自然 刘墨林能否保住爱情 雍正又会如何对待自己 轻点的刘墨林呢 这位啊 我们下期再说